我们上次讲到分子速率的分布 Maxwell他说分子速率的分布是这样子的 如果分子速率是从V到V加DV之间 它的个数是等于4πN2πKTM 2分之三次方V平方E的负MV平方over2KT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求气体的总分子数 气体的总分子数 气体的总分子数就是包括所有的速度 从0到无穷大 那么这个数目是这样子的 N我们这么算法 总数 这个NV就是速度为V到V加DV之间的 有这么多个 那么这么间隔里头有多少个 然后呢V从0到无穷大 把这些个数全部加起来 那Delta V approaches zero 就是说它这个间隔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项就写成积分 NV乘DV从0到无穷大 这个是气体的总分子数 然后我们就要算它的平均速率 平均那么多分子 N个分子我们平均起来是多少个 我们只要把这个平均数乘上全部的个数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这样子好了 好 V 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速度都平均起来 你乘上N以后 它就是所有的这个速度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V乘上NVDV V从0到无穷大 OK 那么这个积分呢 我们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把NV带进去 NV带进去以后 这个可以写成 N分之一 4πN 然后 2KT 分子N 2分子三次方 G1 V三次方 Exponential Fu NV平方 over over 2KT 乘DV 这个 把NV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 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到一个积分 我等等再写 它的结果就是等于 8KT over πN 也等于 1.6 乘上 KT over N 好 这个积分怎么积出来呢 它是用这个 我在这个地方 拿一块出来 我们是应用 这个数字 0到无限大 X的三次方 Exponential Fu X 平方 DX 这个是等于 2A 平方 分之1 我们用 从积分表里头 我们查出来 像这种形态的函数 积分就是这个值 那么这个 这个地方的A 你就可以看它是M over 2KT OK 那么我们再求它的方均根值 Root means square value 方均根值 那就是我们把速度 平方的平均值 速度平方的平均值 把它算出来 然后把这个速度平方的平均值呢 再开平方 这个就叫做速率的方均根值 那我们先算这个 速度平方的平均值 那么它就是N 乘上V平方 乘上NV DV from zero to infinity 等于这个 好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把NV带进去 它就是N分之1 4πN 2πKTN 2分之3次方 V4次方 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积分 我们也可以查积分表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写出来 这个整个积分的结果 它是等于2 KT over M 那么这个积分呢 是用这个 那么这个积分的结果 那么这个积分的结果 用这个积分把这个积出来 那么这个是速度平方的平均值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速度平方 这个开根号 均方根值 它就是根号 这个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开根号了 2跟2约掉 它可以变成3KT over M 那么把3K平方开出来 就是1.73KTover M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关系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关系 因为这个 R over NA 是等于K 所以呢 这个NA 我们可以把它 乘上一个M 好 这个地方呢 这边乘M 这边除一个M 好 从这个式子里头啊 我们可以得R over M 就是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Avgadron number 一个Mor里头有多少个分子 每一个分子的质量是M 那么这个就是等于这个物质的Mor质量 一个克分子 一个克分子有多少质量 Over 乘上K Over M 这个关系带进去的话呢 我们就又得到 V平方 它是等于根号 三倍的RT Over M 它有这两种质 当然这个你也可以写在1.73 就是这个 OK 好 这个是方均根值 再来我们就看 那么多速度 从零到无限大 那么 出现几率最大的速率 是什么 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的个数 Nv Nv 对速度做 为分 就是说 Nv所画的 跟V所画的曲线里面 我们取它 这个 我们不是有画过这样的一个曲线吗 这个是V 这个是Nv 这个是Nv 最大就在这里 最大值就是它的斜率等于0的时候 斜率为0的时候 好 这个速度 就是最大 Maxima Maxima 它的probability 是maxima OK 好 那我们就把 这个曲线 Nv 对V的这个曲线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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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分 这就变成它的斜率 好 我们把Nv 对V 来做 微分 它是变成这个数目 4πN 2π KT M 2分之3次方 2倍的V 2倍的V Exponential 这里斜率是多少 V这么大 斜率是多少 那么等于0的时候 就是它出现的几率最多的地方 好 我们 令它等于0 我们可以得 最大几率 出现最大 出现几率最大的 数率 是等于 2KT over M 那么这个是等于 1.41 乘上 KT over M 以上就是 我们对速度分布 里头 我们可以知道 各种各样的 各种特定的速度 它的值是多少 好 现在我们 再举例 我们举例题 我们举例题 举例 我们举例 理想气体在300K的时候 分子的平均动能为若干 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位置 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位置 它是一样的 确定是在确定的位置 这一个确定是一样的 确定是一样的 确定是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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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内能 全部的动能就算是它的内能 好,这个内能呢 它是等于总共有几个 NA乘二分之三KT 那么我们就说 一个克分子 通常是一个克分子 它的总动能是多少 那这个是等于 二分之三RT 那我们把这些数字带进去 它就是等于 我们就简单写 那么这些单位啊什么东西 我这里就不加进去了 二分之三 这个R呢,我们用八点三 八点三一四 九百个卡罗里 好,现在我们要求 三百度K的时候 轻分子的方均跟速率是若干 二分之三 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两分之三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氢的质量算出来 氢分子它是两个原子 那么就等于两个质子了 那么1.66乘10的负27公斤 每一个质子是这么多公斤 因此全部氢分子的质量我们就可以算是 3.32乘10的负27公斤 那我们就可以带这个V root mean square value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 它是等于3kt over m 或者我们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这个是1.38乘10的负23次方 然后300k 这个就带m就是带3.32乘10的负27次方 这个是等于1934个meter per second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带 我们就用这个带好了 就用这个说好了 好那么再来就是看300k的时候 拱蒸气分子的方均跟值是若干 好了 谢谢观看 那我们先算拱的质量 拱的质量 全部它有中子有直子 全部是201个 乘上10的负27次方KG 要等于334 它的均方跟速率 root mean square value 那我们就是用 3 KT over M 带进去 3 乘上 8.31 300K 2 乘10的 负8次方个 每一个more有这么多公斤 质量 这个是more有这么多公斤 算出来 当然跟 这个算出来 不对我写错了 这是刚刚那一题的 我把这个单位写出来好了 因为 这个R 我说过它有三个 我把这个K写出来好了 负23次方 负23次方 300K K 一样 看错了 334 乘10的 负27次方 这也是一个more有这么多公斤 好 那么 193个meter per second 好 然后我们再看 一个例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九个指点 那么它的速率分别是 五八十二十二十四 十四 十七 即二十个 meter per second 那么现在我们要求 root mean square speed 然后再求 出现最多次数 出现几率最大的这个速率 是多少 那这个 因为只有九个 不需要用到统计学 九个的话 它的平均值 第一个要求平均速率 我写错了 这是 写错 平均值 平均值 第二个才是求 C 是求 那个好 平均 平均速率 就是这些速率 全部加起来 被九项来除 五嘛 它就是五 加八 加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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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十四 加十四 加十七 加二十 被九来除就好了 这个用不着去 呃 带前面统计学的公式 哈 那么就是 一二点七个 meter per second 哈 好 part b part b root mean square value of speed 那就是v平方 的平均值 那我们就把 这些都平方起来啊 五的平方 加上八的平方 加十二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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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十四的平方 加十四的平方 加十七的平方 加二十的平方 被九来除啊 那这个就有一百 七十八个 meter per second 的square 全部的square 好 那root mean square value呢 就等于 根号 这个 好 那他就等于 就把这个 开根号就是了 十三 点三个 meter per second 好 出现 几率 最大的 速率 十二出现的最多次 三次 三次 那么 这个速度 这个 出现几率最大的 就是十二个 meter per second meter per second 这个没有问题 现在呢 我们就要看到 气体动力学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底下我们要讲这个热机 heat engine 热力学到底是 做什么用啊 就是说我们 讲了半天 做什么用啊 我们当然一开始有讲说 他可以用来减肥 对不对 你要加肥也可以 你要增胖也可以 不过他主要的不是这个 他主要的就是当时我们 有汽车 刚刚发展出来的时候啊 我们要研究这个汽车 引擎的功率 它的效率 如何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率 所以我们要用来这个研究 heat engine 底下我们就介绍 heat engine heat engine heat engine呢 它主要就是要利用这个热 来替我们做工 而我们人自从发现火 以后 就用火来替我们做很多事 比如说冬天 用火来取暖 或者打猎回来呢 把这个猎物放在烤架上面 烤肉 吃烤肉 那么现在我们煮开水 我们用锅子 来炒菜 这都是用热啊 那么 我们 希望这个 我们有一个交通工具 是用热 来帮我们 推动 那你总不能把这个交通工具 放在火炉上面烤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热 来替我们 做工 推动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那就是 你要想办法 把热源 里头的热能 把它转变成为 机械能 热能是一种 不规则的能量 机械能这是规则的 它有一定的方向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凌乱的热能 里头取一部分 出来变成机械能 我们当然希望它通通变成机械能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不可能 凌乱的东西不可能 把它变成 全部变成有次序 所以我们就是拿一部分的热能 把它转换 成为机械能 这就是热机的用处 你这可能要写下来 我讲话你就不要光听 听了就会睡着 把它写下来 热机就是把热能 从热源里头取出热能 然后把一部分的热能 转变成为机械能 好那么我们这个 我们看它做工 当然你这个机器 必须能够一再的用 就是说它能够 往复的使用 就好像我们的心脏 我们全部的这个 这个血液循环 都靠心脏在pump 那么它 从我们生下来 一直到我们 安息的时候 心脏都在 做工 把这个 血液 使它循环 在推进 那么我们做一部机器 也是希望 它能够替我们做工 这个工 也是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的 那么我们现在讲 这个机械 它的循环 是一个什么循环呢 叫做 它的过程是 循环过程 Cyclic process 比如说 从A点开始 那么它 做一个循环 又要回到A点 这样才可以 它才可以 一再重复的这么做 比如说 我们从A点开始 然后呢 它 圆着这个循环的一半 到B点 那么这个 我们说过 PV图 上面 函数曲线下方的面积 就是代表 这个过程 做多少工 你这个过程 做多少工 你从A到B 这个机器 做了 斜线的部分的工 等到 这个工是正工 因为它是体积啊 从 小 变大 所以是正工 然后呢 它从B回到A的时候啊 体积是从大体积 到小体积 这个时候是副工 是外界对它做工 这个时候的工是多少 是这个函数曲线下面的 正工 扣掉副工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 进工 Network Network 这就是Cyclic Process 你这个引擎呢 它有半个周期是对外输出工 还有半个周期叫外界对内输入工 当然这个输出的比输入的大 那么它就有进工输出了 那么我们在热力学第一定律里面呢 就是U2-U1 然后等于Q-W 因为它是Cyclic Process 从A又回到B 那么整个的这个内能的改变是零 因此呢 因此呢 它就是 它做的工 由哪里供应呢 就是热来供应 这个机器能够做工啊 它就是要有能 要有热能来供应 好 这个就是 循环过程 那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 汽油 发动器 汽油引擎 OK 你们骑摩托车 骑得那么爽 我问你 摩托车 它是怎么动的 汽车是怎么动的 汽车里头的汽油引擎 是怎么运动的 怎么运作的 好 那现在我们来 做一个介绍 Gasoline engine 汽车的心脏 就是它的引擎 它的引擎呢 主要的就是 有一个气缸 有一个气缸 这个气缸呢 是一个圆柱形的 圆柱形的 那这里有一个气门 有一个气门 气门 这是活筛 好 那么当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活筛啊 压到底 压到最底 这个体积最小 然后呢 让这个活筛 往下 扩张 往下扩张 往下扩张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气门 就打开了 好 那就有 汽油 跟空气混合的 汽油的蒸 汽油的气体 汽油 是液体的 但是我们经过化油器啊 就把它变成 一粒一粒的 油滴 油滴状 然后呢 跟空气一起 一起把它 吸收进来 一起吸 好 这个是一个过程 拉过来 好 这里头就是 汽油跟 空气的 混合气体 那这个叫做 进气 充成 Intake stroke 叫 intake stroke 进气 好 这个进气 就是从这里 膨胀到这里 再来怎么办呢 就开始压缩 压缩 就开始压缩 这个压缩回去 压缩的时候 这个气门啊 就关闭了 这个气门关闭 气跑不出去 好 气跑不出去 好 于是 汽油跟空气的 这个气体啊 就被压缩的 体积 变成很小 就是它原来 这个体积 好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过程 叫做压缩过程 这个叫压缩过程 压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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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体积 这个里面的 有一个装置 就是点火 它里头有个装置 它可以产生火花 火花 一有火花的时候啊 那汽油跟空气的 就开始燃烧 这个时候因为每一个汽油啊 每一个油滴旁边都是空气 每一个油滴旁边都是空气 很容易燃烧 一点火 全部一起烧 就是爆炸 如果是一滩汽油的话 你去点火啊 它是上面先烧 因为上面有氧气 底下 下层没有氧气 慢慢烧下去 这个时候就是一起 燃烧 一起剧烈的燃烧以后啊 点火啊 点火 就这个里头的压力 就变成很大很大 因为本来的气体 温度并不高嘛 你一爆炸点火 点火爆炸以后 温度很高很高 它就开始要膨胀 开始膨胀 点火是一瞬间啊 它还没有来得及膨胀 就已经点火完毕 这个时候压力很大 就开始膨胀 那么 那么 它就开始 膨胀 开始膨胀 OK 这个是压缩 好 这个是点火与膨胀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ignition 有时候我们也称它叫做 这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动力过程 能够把外面的汽车推动 就是把汽车推动 就是靠这个过程 它这个piston 往下推的时候啊 它就带动里头的一个曲柄轴 曲柄轴在带动齿轮 然后就把整个汽车或者摩托车带动 这是唯一的 唯一的一个 有power的一个stroke 唯一的一个 有power的stroke 好 那么 现在 这些气体啊 都已经爆炸完毕了 它 汽油跟氧分子燃烧 就变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就没有用了 你再压缩也不能点火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不要 没有用的气把它排掉 把它排掉 好 这边有一个活门 这边有一个活门 这个时候呢 一压缩的时候 往这边开 所以这个气体啊 二氧化碳 还掺杂一些一氧化碳 就从那个地方 排掉 排掉 这个叫做排气冲层 叫做 exhaustion exhaustion stroke 好 气体排出去以后呢 它再往下吸 就回到这个过程 再吸的时候 就这边的气门开了 那边的气门关了 然后又是新鲜的空气进来 新鲜的空气 混合的油滴进来 又开始压缩 又点火 又开始 又排气 就是这就是它的循环 主要就是这四个 进气冲层 压缩冲层 膨胀 ignition stroke 或者是 叫做expansion stroke 这也是唯一的一个power stroke 动力的冲层 然后就是排气冲层 OK 好 这是你看它的运作就是一个cyclic process 就是一个循环过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它就是用什么 用汽油里面的内能 internal energy 燃烧以后 爆炸以后 转变成为热能 热能让这个空气膨胀 而推动这个piston 推动活塞 而得到动力 所以它是把这个热能 里头产生的热啊 热能呢 拿出一部分来 产生动力 那还剩下还有一部分就 排掉了 就排掉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 热机的热流图 来表示它工作的这些 从热里头 拿出一部分来做工 然后又排出一部分的热量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我们现在看 热机的热流图 好 一部热机呢 它就是 我们画这样子 这个是代表 一个温度很高的一个热厨 厨厂热量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机器就要从这里 把热量吸收 这个代表我们的引擎 我们的引擎呢 就把热量 从这个地方 吸进来 从高温的地方 把H吸进来 然后呢 拿出一部分来做工 还有剩下一些 就是排出去 排到外界去 排到较低温的地方 我们这个低温的地方呢 我们也化成一个热厨 它这个temperature比较低 我们就用TC来表示 这就是cool temperature 那么就有热量排到这个地方来 比如说这个热厨 现在就是 汽油爆炸 在气缸里头爆炸这个 这个过程里头的热 你把它拿一部分来做工 推动汽车 然后一部分呢 从这个地方排出去 排出去 OK 那么这就是热机的热流图 那么这个热机呢 我们要讲究它的效率 它的efficiency thermal efficiency 它的热效率 热效率 热效率 thermal efficiency 那有的书上是用eta来表示 有的书上就是用e 用这个字来表示 我们都写一下 它的定义就是 你有没有效率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你从这个系统里头 吸收的热量 总热量是多少 我们用绝对值 吸收进来的总热量 是多少 然后你对外界做多少工 我们也都用绝对值 比较不会出错 这就是它的定义 好像你这个一天 吃五碗饭 假如大家一天都吃五碗饭 中午晚上各吃两碗 早上吃一碗 有的同学做功课 它的量差不多四碗饭 它的效率就是80% 有的同学呢 只做半碗饭的事 那这个效率就很低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觉得 效率就是用这个来表示 好 那么W是什么呢 W就是 这个里头的热 拿出一部分来 剩下的跑到这里 也就是说 这两个绝对值加起来 要等于H 或者是说 H的绝对值 进来的减掉 排掉的绝对值 等于工 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写成 H High Temperature Miner Minus Cool Temperature 的这个热量 然后被 H来除 那这个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1点 QC Over QH 所以 一部机器 它的效率 好不好 效率是多少 你只要算出 它的 吸收的热量 是多少 排出的热量 是多少 就可以 慢慢乎乎 算出 它的 效率来 OK 好 现在我们拿一个 汽油引擎 来看 我们怎么算 它的效率 就刚刚讲的 这个汽油引擎 你怎么算 它的热啊 你要算 这两样啊 你怎么算 它的热啊 怎么算啊 你不能用凉的啊 凉的不准啊 也无从凉起啊 好 那么 人是很 本事很大 他就发明了这个 热力学 由PV图上面呢 压力跟Volume变化的图上面 把这四个过程 把它大约的 画成四个过程 四个变化的过程 比如说 我们现在来看 除非 你只能把这四个过程 你先净 朝白改 Mr. 做一个示范 看看怎么做 首先在PV图上面 把刚刚的四个过程 四个冲层 用四个过程把它表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一个浸气过程 浸气过程 浸气完了以后呢 它不是膨胀吗 气体从这里进来以后膨胀到最大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假定它是在这里 这个时候是V1 然后它就被压缩 到最小 压缩过来就压缩过程 压缩到一个 我们假定这是A点 这个是B点 它的体积呢 压缩到V2 好 这个过程算什么过程啊 从A压缩到B算什么过程啊 这个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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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一分钟都差不多一千次 它爆炸一千次 那它一秒钟就好多好多次 但是它的热还没有传出来 因此这个就是绝热过程 这一条线就是绝热过程的线 慢慢呼呼算绝热过程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在这个地方压缩 已经把气体压缩到这里以后就点火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时候点火 点火它就开始爆炸 但是因为它太快了 爆炸得太快了 一瞬间就全部都炸完了 这个Piston是有强大的压力 但是它的位移还是零 因为时间趋于零 所以它就相当于等融过程到C点 等融 它没有来得及膨胀 所以我们就算它是等融过程 然后呢 等于它就开始膨胀了 它就从C点膨胀到D点 膨胀过程 点火以后它膨胀 也是很快 所以我们也妈妈呼呼算它是绝热过程 好 到这点火以后 它就排气 排气 然后又把热量吸进来 排气又吸热量就回到最初这个体积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妈妈呼呼当作它 本来这里都是废气啊 它排掉啊 然后又吸回来新鲜的空气跟汽油啊 所以这个体积算是一样的体积 所以它这个是由两个绝热过程 两个等融过程所构成的一个cycle 这个图是谁发明的呢 是一个工程师叫auto 所以我们就纪念它 这个叫做autocycle autocycle 这个cycle叫做autocycle autocycle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算一算 它的热效率 热效率首先就要算它的QC跟QH 我们就说 要记得 我们要算它的效率嘛 它就是这个 你现在要想办法把QC跟QH 求出来 好 QH跟QC呢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过程里头算出来 因为这是绝热过程 没有热的进出啊 只有这个过程有热的进出 QH 这个是QC 所以QH跟QC啊 要从BQC跟AQD两个过程里面来求出来 好 首先我们就看 DA 求热 比如说 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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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H是在这个地方 QH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NCV over DT 等容过程 等容过程 CV是等于N分之一 N分之一 DQ over DT 那现在 这个T是从 B到C 从这个 TB 到TC 我们把这个算出来呢 它是等于 N乘上 CV CV TC 减 TB 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算 QC 它也是 用NCV 本来 本来它是从 D到A D到A 但是呢 T D比 TA的温度要 高 所以啊 你 G出来就是一个负值 那我们取绝对值的话呢 我们就是从 TA G到 TD 就是正值了 我们要取正值 好 那么 我们从这里头 就可以先把 Efficiency 把这个代入 第一次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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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两个比一比 它却是 E 减 T D 减 T A 然后T C 减 T T 这里不能直接读出来 因为T A T B T C T D 是多少 你还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你都要把 T A T B T C T D 的关系 求出来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哈 好 现在怎么求这个温度的 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看 嗯 A 从A 到B P P A V A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因为它是 我们妈妈乎乎把它当作理想气体 好 理想气体的话 P A V1 就是 P A V A 了 P A V A V A 就等于V1 它是等于NR T A P B V B V B P B V B V B 这个 用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V B V B 就是V2 等于NR T B 然后 P D V Y 也是等于NR T D PCV2 PCV2 对于NR T C 好 那现在 我们呢 再来看 从A到B A到B 是绝热过程 绝热 绝热过程 绝热过程呢 它有PV乘3 γ 等于Constant P A V1的γ 要等于 P B V2的γ 脂肪 OK 好 那你现在把这个 P A V 1 P A V1 其实P A V1 它就等于 P B V2 这两个约掉以后 它就变成 P B P B V2 跟它约到一个 P A V1 约到一个 它其实就变成 这个 我们写这样子好了 TA V1的γ 减一质方 等于 NR T B NR就不要 NR就消掉了 我们就写 T B V T B V2 γ 减一质方 然后 从 C到 从D到C 也是一样 D到C 我们就有 P D V1的γ 脂肪 等于 P C V2的γ 脂肪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D C 带进去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T D V1的γ 减一质方 这个是 T C V2的γ 脂肪 减一质方 然后我们从这个 这里头 相减 这个式子 减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 左边把 V1的γ 减一质方 提出来 所以这个就变成 T D 减 T A 减 T A over T C 减 T B 这个要等于 V2 over V1 γ 减一质方 把这个带入第二式 我们就得 Efficiency 是等于 E 减掉 V2 我们通常是写成 这样子的形状 这样子的形状 这就是它的Efficiency 这个是 最大的体积 Piston 距离这个 气缸 底的最大体积 这个是压缩以后的体积 最小体积 那γ 是大于1的东西 就是1点多 减到1它就变成0点几 那么这个数字呢 如果这个数字越大 V1比V2越大 那么这个就越小 这个分数越小 效率就越大 所以这个 我们V1比上V2 我们称它叫做压缩比 压缩比 OK 理论上是 这个越大 效率就越大 通常一般汽油引擎 都是10比1 就膨胀以后的体积 是压缩的体积的 10倍 那你说 这个比值越大 它效率越高 那我可不可以 把这个比值提高 比如说 二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那不更好吗 不可以 因为你压缩的 太厉害的话 这个汽油跟空气的混合气体 温度就升得很高 超过汽油的自然点 你不要火星塞 它就爆炸了 那你说不要火星塞不更好 我们不要换火星塞 它自己就会爆炸 现在有的摩托车火星塞脏了 还要换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 它压缩自然爆炸是怎么样的 它不会说刚刚好压缩到底的时候 再爆炸 如果能不能这么刚刚好 那就好了 它可能你压缩到 还没有到底 它就爆炸 就好像你荡秋千 你要让你的朋友荡得越高越好 你必须要怎么样 等它到最高点的时候 再轻轻推一把 你不能等到它 到最低点的时候 或者最低点再过来 速度正快的时候猛让一推 那个时候 它不会加速 它只是觉得 你那个推是阻力 会阻碍它震荡 所以你们有时候听到 路上面有摩托车 在跑 有的摩托车会怎么样 会爆响 好像放鞭炮一样 放炮 我们说那个叫放炮 放炮就是它里头脏掉了 脏掉以后 它那个摩擦力太大 还没有压缩到底 还没有等火星塞点火 它就自己点火 你在 你听的是蹦的一声 那坐在上面的人 是感觉的怎么样呢 哇 它正跑得快的时候 蹦一下 它会顿一下 顿一下 所以也不能够太 不能够太低 压缩比 那么一般我们汽油引擎 它的效率 都是低于60% 低于60% 这已经很宽松的算了 那实际上还不到60% 那么还有就是 柴油引擎 柴油引擎比较不一样 柴油引擎它有一个过程 压缩过程 压缩到底的时候 它没有火星塞 它没有火星塞 所以它可以15比1 压缩到这个 里头的空气 都只有空气而已 已经变得很热很热 超过柴油的自然点 这个时候再从外界 把柴油烹进来 烹进来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超过自然点了 它就一边烹 一边爆炸 那么这是柴油引擎 那我们不去算它 就是告诉各位 柴油引擎 它仅仅是压缩空气 压缩到最大的压力的时候 才把柴油喷进去 以上介绍的是热机 热机 好 我们再看一个 不但热力学可以用在热机 它可以用在冷冻机 refrigerator 像我们的冷气 像电冰箱 也是 那它的工作 工作流程图 我们来画一下看看 我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就发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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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高温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比如说是我们的室内 或者是电冰箱 它要保持在低温 现在我们就要把热量 从低温往高温的地方 吸收 从低温的地方吸收热量 到高温的地方排出去 于是我们就要有一部机器来帮我们做工 好 这部机器呢 它是这样子的 它的工是输入的 这个工做什么用呢 它在低温的地方 帮我们把热量吸进来 然后在高温的地方排出去 高温的地方排出去 这就是冷冻机 冷冻机讲究什么东西呢 是讲究性能系数 性能系数 叫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我们前一写是COP COP 它的 COP 有两种 一个就是 我们看它 在热的一端 它做工 能够把 多少 温度 送到热的地方去 比如说我们冬天到了 要吹暖气 暖气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 COP 定义就是 你总共输入 输入 输出到高温地区的QH是多少 比上你做的工 比上你做的工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称它叫做 Heat Model Heating Model 好那么 再来就是 冷气了 冷气 冷气是说 你能够在 比较冷的这一端 抽多少的热 你做W的工 能够抽出多少热 这个是 Cooling Model Kooling Model OK 这个是 一个送暖气 一个是送 冷气 有这两种 那么 你看这两 两种机器 我们都用的 非常多 汽车满街跑 你看看我们走在 这个你们 F洞的外面 看看在墙上 都是冷气 今天少不了冷气 所以这个 西洋人 人 他的科学是 有他的好处 你看他能够把 科学用来 他就讲究 什么叫热机 什么叫冷冻机 他能够发明这个 那我们中国人 就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 讲究的是 什么麻油机 三杯机 讲究这些 吃的